对 因为在准备这个Digital Security这个环节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它有什么需求和背景 所以其实老实话讲在开始在这个准备以前 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合适 因为讲这个环节有很多挺技术性的问题 也不知道大家的水平 也不知道大家的工作是否敏感等等 但是在谈我们谈安全 在进到这个会的时候 我的安全的本能就被激发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场所 我们很多人在用WiFi的信号 那个WiFi的信号 很多是华为或者是中国的华为 或者是中心公司的东西 把你们的手上的东西掏出来看 我相信大部分的就是华为 或者是中心公司出品的那个WiFi WiFi发射器 理论上说如果这个硬件生产商 想要从中截取这个WiFi 这个WiFi发射器中间的信号 它是随时可以截断 我们上了这个WiFi的 用这个WiFi的人 所有的信息的交流 六月份 我刚见了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在日内华 颜色国人权国会总部里面的大厅里面 我的一个同事 他的手机和手电脑 因为用联合国里面的免费的WiFi 就在大厅里面 就在大厅里面 他的电脑就被动了 上面的东西就被打开 被打开 被打开 被关闭 手机上的E-mail就被打开 甚至被删掉了 那就是说明 联合国总部的WiFi 就有人动了手脚 他们用一个假的WiFi信号源 引诱这个手机 上到那个假的WiFi信号源 然后截取了 上这个WiFi信号的人的 所有的通信的流量 所以从这个安全 安全着眼 我们这里头就已经有了潜在的 Digital Security的风险 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是 我跟一些国际机构的朋友开会 讲怎么样 机构有更强的 Digital Security的意识 跟防范的措施 结果在座 大概他们有二十几个员工 其中有三个人掏出的手机 是中国的手机 是E加 中国有个手机叫E加 One Plus 据说这个手机在欧洲挺流行的 因为它价格不到三百美元 但是性能大概比苹果弱一点点 但是价钱只有不到一半的价格 所以很多人在用这个One Plus 他们觉得呢 华为或者中兴 那个是中国的国有的背景的企业 但是这个One Plus是一个startup 是一个新的公司 所以会安全一点 其实这也是一个假象来的 我们讲安全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是说的是这种大的东西 硬件的安全 环境安全 然后还是软件 从我们的LeftHop到我们的手机 到我们使用的 运用程序的安全 所以我在开始以前 我想我们来调查一下 这里有用中国产的手机吗 任何的地方 这有一位中国产的手机 任何的地方 有用中国的微信吗 这里 你们的任何的东西上有 哇 挺多的 用微信的 非常多了 你们自己觉得 你们的数码的世界 你们的电脑 你们的手机 你们的Laptop 你们觉得是安全的吗 你们觉得 你们的电脑上 用Windows系统的有多少 那个苹果系统 有没有用Linux系统的 Linux系统 Linux系统 Windows Linux系统 然后 除了手机 你们的电脑 还有那个Laptop之外 你们还有其他的什么电脑设备 Linux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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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一样样的讲 先从那个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开始说吧 通常来讲 苹果的会 感觉上是安全性高一点 感觉上是安全性高一点 比如说针对苹果的病毒 或者针对苹果的入侵 会比对Windows的少一点 但是现在其实苹果的系统 也不要轻信 因为苹果在根本 面临根本的挑战 苹果公司刚刚和中国的贵州省政府 签了一个协议 苹果会把中国 他们的苹果的用户中心 放在贵阳 放在中国的贵州省贵阳市 所以到时候可能都不需要麻烦 有駭客这样的去侵入你的那个系统 因为其实你的苹果的数据中心 就会放在中国国内 整个的物理的位置就在中国国内 所以都不需要去网络的入侵 它就有办法掌握到大家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苹果系统 也不要掉以轻心 最好不要把个人的那些 全部的同步信息 比方说我看很多人使用的 那个习惯是把通信录 整个的同步 跟我手机跟平板 跟电脑全部的同步 所以只要你 这个意味着 这个风险就意味着 只要你有一个设备被供购 其实你所有的雷系人都暴露了 你所有的网络都完蛋了 所以最好就不要选择 从步到 比方说苹果 你觉得我的苹果是安全的 所以我用苹果手机的时候 我把我的那个contact book 那个雷系人 全部到那个人上去 但这个是非常非常 非常不安全的 其次就是那个 安卓的系统 安卓的系统 因为虽然是干源 但是就是 它也有一个被供购的可能性 就比苹果高了很多 所以安卓系统 如果你不是一个 对电脑 非常了解的人 你可以自己配置 你可以 用很多的安全措施 就是安卓系统的安全性 确实要比那个 就是上手来说 确实要比苹果要低一些 然后我们再说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那个微软是最不安全的 微软甚至微软的是 甚至是配合中国的审查 微软的内容 你搜索 并甚至是配合中国的审查 就是它过滤搜索的内容 所以是肯定 肯定不安全的 Google现在被赶出了中国了 虽然Google号称它 它是一个不作恶的公司 但是它毕竟是个公司 我们不知道 就像现在Facebook 在极力的给中国政府示好 希望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他们可能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们要做一些退缸 要做一些妥协 才能够进去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 电脑的知识也不是太强的话 电脑的操作系统的安全性的排序 也是Windows最差 然后接下来是苹果 如果你的电脑知识比较丰富 自己操作更好能力比较强 用Linux是更好的 用Linux操作系统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 有两个极端 就是如果我们是电脑知识很弱 那我们就傻瓜眼 就用苹果 但是苹果的话 我们不要完全信任 把我们的信息完全去 放在苹果的这些云里面 或者是大量的同步我们的信息 这是基本的一个保障 然后在苹果 哪怕是苹果的laptop 或苹果的手机里头 也装上防毒软件 比方说有很多很 很 很 评价不错的防毒软件 比方说 Fast 对 这个可以 哪怕是用的苹果系统 安卓系统 都可以装上 它有手机 有电脑的操作盘 都应该用上防毒的软件 是一个比较 至少给你多一层保护 不是说有防毒软件 就天下太平了 只是说 它给你多一层的保护 我们先讲的是硬件 硬件就是 我们再到复了 回顾一下 我们开始 第一个硬件 最好是千万不要用中国产的任何的硬件 从laptop 从手机 从平板 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 这个硬件上可能会有什么后门 因为我有中芯的朋友 就在中芯公司的高管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的硬件就是后门 而且不是他们的意愿 是差不多算是政府规定 一个政府规定 但他们的硬件 所有的硬件 从路由器 从WiFi发射器 从到手机 都是可以有入侵的后门 这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人说的 那中芯如此 华为也绝不例外 或者其他中国的硬件产品 都不会例外 所以第一个就是硬件产品 然后如果我们屏蔽了中国产的硬件产品 我们的安全性稍微提高一点点 然后如果我们的电脑知识不是那么强 我们用苹果的产品 那又提高了再一点点 那如果我们有了强烈的知识 电脑就是适合防范的意识 我们可以用安卓的系统 我们可以自己配置 就是硬件上面 然后到了操作系统软件 从Windows到苹果到Windows 这个也是根据电脑水平和个人的安全性的要求 一步一步的改善 然后就是然后到我们日常用的软件 我们可以接受不管任何的设备 一定要用防毒软件 而且防毒软件要实时的更新 这个Avost是一个免费的 但你可以付费它有更多的服务 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服务 因为Avost可以 这是一个公认的评价比较好的 所有的防毒软件的测试 它都是比较前列的一个软件 所以说从你的手机电脑到平板 其实都可以使用 所以第一关就是加上防毒软件 然后我想除了这些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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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的一些一些知识 其实我想先重点强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电脑安全真的是很关键很关键 是要命的一个事情 我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来讲 所以意识是第一位的 因为很多朋友给我讲过 很多中国出来的朋友 中国的律师 中国的那些草根的人权的活动人士给他们讲 常常会用的是说 一个道理来给我讲说 我们做的都是公益的事情 我们做的是正大公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谈什么数码的安全 后来我告诉他说 我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 我说也许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公益正大 是不需要你还什么 但是你跟联系的 比方说你和某个人联系 他是需要安全的 但因为你不安全 所以你危及了所有跟你联络的人 所以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因为我自己做的事是公益的 是公益正大 我不需要保密 结果危害了所有跟你联络的 工作上的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 所有人的信息都会被影响 他们觉得想想这个也许是一个理由 也许是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 我常常和大家讨论 就是说我们作为人权的工作者 或者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飞动的人士 我们老觉得好像我们的战线主要是两条 一条就是如何我们跟草根 像今天早上那个班农先生说的 我们怎样跟草根 跟那些声音的人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国际社会 我们怎样跟他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经历 我们的思考全部在那上面 其实我们漏了一条 就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战线 就平时不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工作时间里面 我们花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经历在上面 其实就是这个 我提起中国 就是在我们的世界 我们使用的这些设备 这些网络 安全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小心 我估计大家都是这样 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 我保守估计至少有一半个时间 其实我们是在跟这些问题打到手机 电脑 网络 平板等等 所以对这个东西的不重视 其实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努力 全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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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报备掉 大家听到今天以来 其实很多的那个讲者 都在讲中国是怎么样的 有长远的规划 完整的思路 去从文化经济软的硬的 方方面面来对世界的秩序进行挑战 来对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全方位的进行挑战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希望推动人权 希望推动民主的这样一群工作者 我们在他们的面前 如果我们注意数码安全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几乎是个透明的人 本身我们已经极大的力量不对了 他们可以动用所有的国家资源 所有的国家机器来有完整的长远的计划 大量的资源在手里面 我们是跟他们希望去争取取利益 去跟他们博弈的人 但在他们面前我们是透明的人 我们所有的信息非常容易被他们掌握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记得大概从2013年开始 中国就做了一个规划 就是要谈中国要在从技术上 三方面的领先 第一个是成功资源 第二个是大数据 第三个就是制造2.5 这是从博弈当时有个产业发展 当时马卡夫人的处伦明的时候 提出了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概念 但其实后来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概念是说 把这些用这些技术 比方说大数据 比方说这样的技术 怎么样把它变成社会控制 把它怎么样打造为社会信用体系 怎么样完成大规模监视 这样的用力 比如以前 举个例子 比方说以前 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在中国会被喝茶 莫名其妙三天两天就被喝茶了 他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他找我喝茶 找我谈了三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其实大概从十年前开始 中国就在建设了一个所谓的 对一些所谓的敏感人物 要建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模式 就比方说我们 target 某个人 我要了解他的方方面面 然后我建立他的性格分析模式 然后我会预测 这个人如果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 那以前没有技术手段 所以罗保或者国安 或者是居委会 或者是派出所 他们动用大量的人力 物力 通过喝茶这种形式 对人其实是进行访谈 透过访谈的形式 对你的行为建立模式 然后对你进行分析 然后过去三年 这种喝茶的行为 这种喝茶的次数行为 大幅的降低 大概降低到90% 为什么 大数据来 我不需要再透过访谈的形式 去跟你建立这个模式 我分析你的微信 你的发言 你跟你亲戚朋友交换信息的方式 你跟你的所谓你的言论 你的购物习惯 我分析你的淘宝的东西 京东肉买服务的东西 我看你的豆瓣加入的小组 所以我已经不需要透过面对面对于采访 就是喝茶 以前喝茶的那种形式 对你建立分析了 我现在可以用技术手段 大规模的收集你的数据 然后分析 然后建立你的其他模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这是对中国国内 但是对外界也不奇怪 他们follow很多人的Facebook 那个Twitter的帐号 也许他们可以入侵你在亚马逊上 买购物的东西分析你的行为 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中国做的 其实也在对整个世界的 他们关注的人群在做 而且比方说他们已经在新疆 开始全面的动用那个人脸的识别系统 还有是声音的识别系统 这是非常可怕 以前就是说我们是说交流的时候 我要通过电话 我是透过电话号码 或者是手机 或者是手机上的一个特别的识别码 知道是谁在使用这个手机 现在我不需要知道电话号码 我不需要知道 你用的是哪一部手机 这个识别 我甚至可以通过声音 只要某个人的声音出现在 任何一个的电话线里 就可以锁定它 所以他们在利用 用如此先进丰富的手段 来对付我们这样的一些人 对付草根的人 阻断我们跟国际社会的联络 我刚才知道一个事情 有个朋友 一个英国外交部的一个专员 希望到中国去见一些朋友 然后我给他推荐了一些朋友 那些朋友就为安全起见 他们希望在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去见到这位官员 但是英国的这位专员 他不敢在英国的大使馆里面 见到中国的这些敏感的事 因为他说英国的大使馆 工作人员告诉他 在里面是被监禁不安全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我也知道 在美国很多政府的机构的人 他们不敢使用那个政府的电子邮件 跟各国外面联络 比方说美国国务院的很多朋友 他们不敢使用国务院的电子邮件 联络交流一些因案的事件 所以我面临的是一个大规模的 在这个数码时代上 大规模的被监视 被他用这种大数据的手段被监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意识必须要有 因为他们如此多的资源 憋在手里面 来对付我们这些人 现在我们唯一的资产 我们可能唯一的很宝贵的东西 就是我们之间的信息 如果我们这些交流 我们这些思想 这些信息 又被他们毫无难度的拿过去了 在这个国益里面 我们会全面的存下来 其实一直以来 被捣毁的这个事件 其实在这之前 这些律师的所有的信息 已经完全被他们完全掌握了 他们所有的电子邮件 他们所有的通话记录 他们已经完全的掌握了 百分之百的掌握了 然后大家看到一个问题 大家曾经很多人讨论说 那为什么他们要逼他们认罪 为什么要逼很多709的律师 或者其他的这些人是认罪 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是中国的这个信息监控部门 负责数码安全的这些部门 显示他们这个crackdown 他们去破坏多么有利 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评估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些我们掌握了 无可辩驳的这些人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对话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东西 让他们认罪以证明我们工作的有效性 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显而易见 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中国的收集这些信息人员 要透过这种形式来体现他工作的有效性 所以认罪是确认他们工作有效性的一个行动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树子安全 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使用 通常这个训练大概要两天 我们要真的拿出我们的每一样东西 配置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真的要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信息 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某一个信息 会被他们用大数据分析的这样的手段 去做怎么样的关联 然后揭示了整个我们这个community的更多的思想 更多的idea更多的思想 我们一定要阻挽到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就想 一个一个环节 大家在提高这个digital security 这个意识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进入到不要具体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很基础 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 照大家电脑水平时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邮箱 我们用什么样的浏览器 我们要用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微信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等等 好 对于这个使用 安全的意识 这个方面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在 2013年到2014年 2013号 我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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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政府 然后后来 在律官府的时候 然后 四个二十二十 然后 三个律师 或者双号 就在一几年的儿情 然后 现在 后来 因为我有点放假 我的律师 有点 现在 有点 当时 我也很努力 民主体面 然后 现在呢 就退社了 后来 后来 我也是 十三个选择 就放了 因为我认识的话 我公司放了 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有点 文理师 还有 比如说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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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 我现在 最近 我的号 有中间 我的咖啡 突然一动 我的咖啡 我的咖啡 就 我发布 他自己动 你说是推特还是 推特 对 其实推特也不安全 就是 川普总统的推特号 也被短暂的 封过一次 但是推特这样的形式 是一个言论自由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台 那其实我们已经有了 社会化的 不是依托于一个公司的 取代推特这样的产品 我推荐大家去用一下 它是跟那个 比特币 Bitcoin 一样的 一样的概念 然后是开门的 然后没有 不属于任何公司 然后是属于不掉 信息消除不掉 同样的媒体平台 大家一定要去用这个 用这个平台 在推特上 其实我关注了 我们在做了好的东西 比如说 共感大利先生的 推特会也常常看 好多叫 威格的 那个 推特会也常常看 但是 毕竟 推特是一个公司 它会被 经济的 或者政治的 利益去 去 改变 那如果要真正的 保持着言论的自由 我推荐大家 去用一个 推特 这是一个真正的 可以保证的 言论自由的东西 而且它可以发 它发言是可以保证 228个字 比推特高 这个其实已经存在了大概有六年七年的时间了 中文的用户非常少 在上面 非常少 我在下面有观众的中文用户 大概上一次发 发这个推特大概是三年以前 三年以前的时候 中国 新起过一段去推广推特的用这个 因为 就那个时候 大家会觉得已经意识到 因为谷歌撤出中国之后 大家意识到 公司的行为 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不是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 所以扭到这个以后 开始有不少的中文用户上去注册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很少在上面有活跃的 但如果说大家要保持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上面发言 在这个用户 在这个上面 我现在知道最活跃的用户是BBC BBC大概三秒钟左右 就发一条消息 所有的信息 BBC所有的news 都可以在Twitter上找到 比他们在Twitter上还要活跃 这个很令人惊讶 请问一下它是哪个国家的 它不是哪个国家的 它不属于任何国家 这个说起来不要话长 它利用的是跟比特币一样的原理 叫区块链的概念去维护的 所以它上面的东西删不掉也改不掉 在了就在了 永远在了 所以这个是比Twitter好的一个言论平台 所以这个是比Twitter好的一个言论平台 因为它涉及到要有共享计算能力 手机上就比较占资源 因为你如果在手机上用的话 可能导致你手机会变慢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因为这是一个共享极致的东西 另外我们的日词和日文的区别 我们的微信用的东西 你说的是那个 有点像以前我们的微信用的东西 也不是 这就是你用美国 我现在特别是在这里的作品 而且中国的新闻之后 因为网络 我会登陆 中国还没发现 日文特别有特别的网络 我不懂 你不知道 找什么问题 这是你说的亚马逊 哦 其实就是日本的亚马逊 是这样的 对 如果是在网络 购物的话 真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就是被追踪你的消费习惯 被追踪你的消费习惯 特别是在中国 中国因为不能 它要求十米 越来越多 开始建议要十米 它要求你要十米 所以基本上就非常精准的定位 一切的兴趣案 你在网上的所有的购物行为 你的言论 对中国真的是 英国人想象的1984的社会 中国人实现 这真的是完全全面的控制 我一个个的讲 我不知道大家在用什么的浏览器 大家可以给我想一下 如果用的是谷歌的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微软浏览器 微软 Firefox 火服的浏览器 还有用其他的浏览器的吗 除了这三样 Yahoo Yahoo 日本Yahoo Sabari 苹果的瀏覽器 Bride 很少人用這個 這些瀏覽器裡面 微軟是最關鍵 微軟是最關鍵 目前為止 谷歌的瀏覽器 口碑是比較好的 但是說回來 谷歌畢竟是個公司 它其實一直在收集用戶的信息 和紀律用戶的信息 只是說我們目前 還沒有記錄說谷歌 谷歌洩露了任何用戶的信息 但我們不知道 未來 會有出點會怎麼樣 在這個裡頭 蘋果也是一個公司 然後蘋果已經把它的數據中心 射到中國 所以 蘋果的整個數據中心會在中國 然後這裡頭 安全需求比較高的 就是Firefox 就是火 那個 Firefox 那所以 如果選擇瀏覽器的話 我建議大家選擇 Firefox 然後 哪怕用的Firefox 其實它仍然有辦法跟蹤到你的一些 瀏覽習慣 瀏覽習慣 所以可以用Firefox的安全模式 如果是在電腦上操作 加Ctrl 加P 進入到Firefox安全模式 這個它就追蹤不了你的瀏覽習慣 這個它就追蹤不了你的瀏覽習慣 但這不是萬全的 這有點像我們 基本的就是馬上可以上場 馬上可以上場 然後大家用什麼東西來搜索 進行搜索 Google 有沒有不用Google搜索 有沒有不用Google搜索 Google 不用的是Google Google 有沒有不用Google搜索 您用什麼 我用不了Google 那更不行 沒有 Again Google是個公司 你在上面所有的搜索習慣 都會進入它的數據庫 它都會收集你的搜索習慣 它會知道你的那個習慣 當然百度是更不能用 絕對不能用 然後我 安全的搜索工具叫做 DuckDuckGo 鴨子鴨子去 大家可以把它默認 不要默認 不要默認Google為我們的搜索工具 這個DuckDuckGo是不記錄我們的搜索習慣的 他不知道你是誰 你搜索任何東西 他不知道你是誰 這個 大家可以把它跟那個 這個 大家可以把它跟那個 那個 它是完全的不收集信息 它是完全的不收集信息呢 還是說只是部分的不收集信息 對 不確定 但是Fifox 因為是一個完全開源的工具 你可以檢查它的每一行代碼 很多人在幹這個事情 檢查它的每一行代碼 知道它確實沒有在收集任何的信息 然後你用Fifox的安全模式 它的Cookie也是不其多人的 Cookie是記錄我們的行為的一種重要的工具 回到搜索 推薦大家最好用DuckDuckGo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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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平板 這些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這個 東西 還有一個 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安全的隱患 就是輸入法 大家用什麼輸入法 輸入 大家有沒有用中國產的任何的輸入法 對 因為輸入法理論上 輸入的工具理論上 是可以記錄我們輸入的每個字 每個字文 它知道你寫了什麼 我不要潛入你的 只要我是輸入法的公司 不要想說 如果我們用的輸入法是谷歌 它在後台可能要分析你的章語 它就知道你寫了什麼 它不需要潛入你的文件夾 打開你的文件夾看 所以輸入法本身就是一個隱患 但谷歌在這一點上做的比較好 谷歌聲稱它完全不記錄用戶的輸入數據 但中國的輸入法是百分之一百的記錄 中國的輸入法是百分之一百的記錄 你寫了什麼 所以很多朋友在國內的很多朋友 如果他們用的手機 他們用的屏幕 沒有解決這個根本的問題 我們教他們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瀏覽器 用什麼樣的郵件 然後來發怎麼樣 來安全 全沒有用 在你寫那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已經沒有 沒有任何的安全性 我想這是我們要想跟國內的朋友接觸 跟國內的朋友接觸 也要反覆提醒他們的一個東西 絕對不要用任何國內的輸入法 最少最少的用谷歌 然後蘋果上有很多開源的輸入法 就是完全開源 然後完全不收入這個輸入習慣的這樣的輸入法 還在找一下 在利用商店裡面找一下 看看輸入法評價 然後你找開源的 你找開源的 然後評價 那個community評價是比較好的 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關 我覺得這個是輸入法 我聽一個問題 中共非常熱心開發 文化學院門藏武的那個輸入 你稍微解釋一下他的意思 我記得以前我在藏區去旅行 不管是在康區 或者是在青海的藏區去旅行 有個現象讓我非常吃驚 就是當地的年輕人 不管有錢沒錢 想方設法 他們都要買一個蘋果手機 開始我覺得他們 你們幹嘛呀 這麼虛榮 非要用蘋果手機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蘋果手機的藏文輸入法 他們覺得是可信的 這個時候才給我一個提醒 是說他們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要用蘋果開發的藏文的輸入法 對他們來講才是一個安全的手段 那我想對維文的 或者是其他的少數民族的 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如果兩個輸入法 一個是蘋果開發的 就是開源的輸入法的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檢查每一行代碼 然後來看它有沒有可能 把我們的輸入的這些信息 反饋到那個公司的服務上去 對 目前為止 五哥跟蘋果都聲稱 都聲稱他們沒有 記錄用戶的輸入習慣 沒有記錄用戶的輸入信息 即今為止 也許是安全的 我覺得也許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我們要保證完全的安全性 我們就最好去尋找開源的方式 好 一個個來 其實 我幾個年紀後 我已經在安裝Witch的時候 我已經在安裝Witch的時候 她會有一個 我的安裝Witch的時候 她有一個 這個 合同 描替 很多小字 I got curious 我很好奇 其中有一個她會記錄 她會寫 她會有 monitor的 key through 她會告訴你 她會告訴你 對 她要監視 對 還有一個 很多年前Android 她自帶的 是 好像是改度的 輸入法 然後 因為她自帶的時候 她沒有 你要安裝 That's the only option 那是獨立的群 那個時候 你下去 她也會告訴你 她會trap 她會吸取你的 對 對 然後你要點upgrade 所以 一個原則就是 開源的工具 開源的軟件 通常是比公司開發的軟件 安全性是高的 也許用起來沒那麼好用 就是 但是她的安全性 一定是比公司開發的高的 因為公司開發的是 給你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打開就是一個成品 你不知道它裡面 裡面是什麼東西 原來公司開發的產品 就好像這樣 你拆不開 你不知道它裡面是什麼 但所謂開源產品 是怎樣的東西 你都可以拆開看看 它到底是什麼 而且有很多人在仔細地檢查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文件是怎麼樣組成的 所以 從安全性的考慮 開源的軟件 是好的 不管任何的軟件 比方說 然後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用那個office 就是微軟的office 那個是一個公司的 而且微軟的信息是 他們常常是有妥協的 其實對office 我沒有代替的工具 當然沒有office那麼的漂亮 沒有完全感覺上它那麼好用 但是有所有功能都能實現的一個開源的東西 我也建議大家用這個 而且不用花錢 叫Libra 這個是可以代替office的一個東西 它是開源的 這是比較底層的幾個東西 一個是我們輸入法解決了 操作系統解決了 然後在這些搜索使用的工具 這些上面解決了 好我們基本上開始有一點點安全 就賣出了安全的第一步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談一談一些具體的運用 很多人就說微信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很多人都說我不能不用微信 那其實建議就是 如果你要用微信 你一定要把物理的跟你所有的其他的信息 跟運用隔絕開來 比方說我單獨用你的手機只用微信 因為微信的後門是可以 它可以透過微信的後門 進入到你的整個硬件系統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用微信 你把它隔絕在一個單獨的手機裡面使用微信 然後不要跟你的其他的那些應用 比方說你投一種電子手機 Gmail一定也要放在一起 單獨用一個軟件來用微信 然後其實如果可能的話 其實盡量說服我們的同伴 我們需要聯繫的 不要用微信來用 我沒有很多替代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人在用生農 生農 有沒有人用這個 通訊工具 一個、兩個、三個 三個 對 這是一個安全的通訊工具 Telegram Telegram Telegram現在有出問題了 從剛開始開發的時候 是一個合國的解決團隊 他們開源就寫出來 但是之後有人質疑了 Telegram的代碼 他們用一種很特別的算法 這個算法他們沒有解釋 所以現在Telegram據說已經不太安全 而且Telegram在中國大陸被屏蔽了 WhatsApp本來也是安全的 WhatsApp點對臉加密的 但是現在在中國也被屏蔽了 所以如果現在用一個安全的通訊工具 我們可以互相交流 或者跟在中國的人交流的話 所以我還沒有被屏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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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bout zone? Z-O-N Oh, it's okay Zone, it's okay 那個是代替Sky What's that? sabot? Bride? B-A-3-O-N No 可以,趕快 我要知道 ó I think it's just one they think it's Com QN Oh, Volume Yeah Go OK 然後即使通訓工具還有一個就像類似Sendle的 是叫WIRE 這是在瑞士的CIRM 就是歐洲原子人對場中心裡面的一些科學家開發的 跟台灣的朋友說的一樣 所以即使通訓工具這些是安全的 WhatsApp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但推薦Sendle沒有被平地聊也是安全的 然後這個WIRE也是安全的 沒有被平地聊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用類似微信這樣的工具來溝通交流的話 最好順服你們的同伴在中國的朋友 或者在我覺得不管是在哪裡的朋友 因為我們要保護我們任何人之間通訓的安全 即使通訓的話我們用這個軟件 然後這個是會議軟件 我們可以開很多人的會議 視頻的會議 然後它是安全的 當然如果再要安全性高一點 也懂得一些設置 有一個軟件叫GC 那個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用這個會更友善一點的 這個會更方便用一點 OK 這些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油箱大家在用什麼 有一個在其中一號 我聽到的 我聽到的 會是有一個軟件 我聽到的 有一個軟件 在接著 會有一個軟件 你的軟件 但如果人們沒有設定,如果鍵是改變,你會不會知道。 所以如果用WhatsApp,我只想找到這個,因為人們必須改變, 對,他說的這個也是,但是這個要我們就,大家手機上有WhatsApp, 就是改安全碼,WhatsApp裡面更改安全碼, 然後如果我們有聯繫新的人,或者是兩個人之間,我們感覺對方不安全, 我們可以選那個更換安全碼,要對方確認,然後你就知道對方是不是你了,真的是你找的那個人。 Wire也有這個功能,類似的功能,Wire也有,Seno也可以的, 所以這是即時通訊,然後郵件,大家在用什麼郵件。 I have a question around, so, previously a friend of mine said,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use a single Gmail account, and then have joint, have an understood password, so I have the password in Australia, and then she's in China or something, and we could just leave emails and draft, and then read it there, is that an option? It's not a good idea, definitely it's not a good idea. 他說的是,辦法是,我們申請一個Gmail郵箱,然後我們把密碼分享給幾個人, 然後我們每次都把我們寫的東西放在草稿箱裡面,但是我不寄出去, 然後呢比方說另外的朋友在中國或者在美國,他也可以登錄這個帳戶, 然後他去看草稿箱裡面的東西,然後這個郵件沒有花縫模,這樣會不會安全? 其實這個不安全,這樣的方法不安全,因為那個草稿,只要你放在草稿箱裡面, 他的谷歌的服務器就要記錄了,就是說如果你的郵箱,你的郵箱會被攻擊的話, 那你放在服務器裡面的東西,它是肯定不可以打開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我親眼見過在台灣的朋友, 關注人權的,我親眼看見過他們的Gmail郵箱,被刪人件,就在眼前,一個個刪,一個個刪, 然後那個朋友就在旁邊冒冷汗,然後急著跳,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怎麼弄 對 所以已經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是Gmail是有辦法被攻破的,我自己也曾經碰到過,那個Gmail給我提醒,就是顯示了,就是有政府, 政府懷疑有政府資助的駭客的行為,在攻擊你的郵箱,所以Gmail郵箱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如果安全起見的話,安全起見的話, 我想,可能有好多朋友聽說過一個郵箱叫RiseUp,有沒有人用RiseUp? 4Hening level?" 6Hene3 complained? 8Hene3? 很有朋友聽過那個Tuta LoTOP? 或者還有Hashmail 還有又是類似CIRN的科學家開發的PROTON 大家可以在這些郵箱裡面做一些選擇 這裡面如果一定要區分哪一個更好一些的話 個人我會覺得Ryzov是最安全的 因為Ryzov就是一方做社運的人 他們自己開發的 而且完全是開源的 但是因為開源他沒有大量的資金啊 什麼人力的投入 他可能使用起來 應用性沒那麼高 而且他的限制好像是30MB 它非常小 就是你整個的信箱只能放30MB的東西 就非常小 就是Ryzov缺點 那如果你要增高 你就要付費郵箱 你就要付費 Hashmail和Tutonota和ProtonMail 都差不多 請問一下 你需要Dropbox嗎 要付費郵箱嗎 那如果我使用這些區分哪一個 然後我自己的對象還可以去描述 對 但是現在有這個郵箱可以說你的對象 哪怕是沒有使用加密的郵箱 你可以給他發加密郵件 他必須輸入你給他約定的密碼 然後他就可以擋開這個硬件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 我郵件裡面不寫任何的內容 或寫不找編輯的事情 然後我真正要講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要用這樣的話 不如用直接的加密 直接的加密的方式 就加密整個一件 就是我自己加密 用自己的密要 不用這麼把牌 那個你用任何郵箱可以 哪怕用QQ一樣都可以 你知道怎麼樣去加密那個類似嗎 好 我就跟他這個問題差不多就是一件 這個如果 那比如說我這個公開郵箱 這個肯定的東西會被人到的 如果想到的話 被郵箱可以 可以 就我所知 因為郵件 你用這個郵件 就是說郵件 郵件的話還不能打開 因為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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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郵件公司 自己買出來的 可能是相對比較難 但是一般 怎麼說呢 總是覺得有點 現在郵件 就讓人跑跑跑 我就不覺得 反正因為我再準備 我覺得挺 其實對郵件 郵件的最常見的辦法 就是調停 你會接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郵件 或者你接到一個 比如說NED給你發一個郵件 或者是郵件 給你發一個郵件 看起來 全部都像 什麼標識 那個logo 什麼名片 都很像 都跟真的一樣 但他給你一個 一個奇怪的一個鏈接 或者奇怪的一個題目 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中這個招 我見過在歐洲 在台灣 在中國 無數的 多的人 中這個招 我剛剛才聽說 昨天我才聽說 就這個會前 那個楊建立 韓蘭潮 他們幾個 他們同樣做這個招 就在這個會開了幾天以前 所以 我猜中共已經知道了 班本要來演講 或者是 有訪問的演講者 要在這裡來演講 所以 真的是很危險 就是如果我們見到這種 這種 郵件的話 一定要一定要加倍小心 我那個已經講 公司的號 已經就這樣 如果現在不做了 那你再廢就算了 交錢 好好一百多號 對 一定要加倍小心 一定要加倍小心 因為你只要 點一個 整個的郵件信息 或者你整個 連絡的東西 就完全就 就 那這樣怎麼換 老實說 其實換都來不及了 因為你 之前的那些信息 全部都被盜 被盜 被盜了也沒保 現在 對 那如果亡羊不牢的話 就是 就不用了 臺灣的一些朋友 臺灣有一幫年輕的朋友 專門做技術的朋友 他們在幫忙追蹤 就說有人中這樣的招以後 比方說 比方說幾個月前 一個律師 一個中國人權律師 他就中了這樣的招 然後 就把這個釣魚的郵件 轉給了臺灣的地方 年輕的技術人員 他們就追蹤到這個服務器上 然後他們對你 對你不同 比方這個律師中的招 以前臺灣有誰中的招 有誰別人中的招 他們可以分析這個來源 是不是同一個人弄出來 所以他可以分析到來源是哪裡 但這個要花點時間 要講多一點那個 我們今天是不太可能的 仔細講怎麼樣去加密一個 簡單就是怎麼樣加密這個 我們只是用這個辦法 用這個簡力的辦法 去找這個服務器 提供加密服務的動向 也不用自己動這個加密技術 但其實如果我們沒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操練我們的面具 加密郵件的文字 可以操練我們的面具 加密郵件的文字 這個東西不需要國內的人下載 不下載 就是我直接拿大手機 就畫這個按鍵 不是 你給他一個鏈接 他點那個鏈接 他就可以通過手機 或者通過電腦 加入到創造的一個聊天室 然後跟你聊天 不是說我包月了Skype 然後我去海外出去 然後我這樣畫 然後我這樣畫 比如比如比如說 微不危險 不想要畫 哦 Skype是完全完全的 不管你是付費的還是不付費的 對 就是 完全 完全 就他 這麼說法 我們也不能說他每一個都在監聽 但是他想要拼的 他想要找的資料是百分之一百 能夠找到的 不太費手的力就打開了 比如說他目標標準你 馬上他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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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郵箱還有郵箱的 郵箱還有郵箱的什麼 OK 好 那我們再回顧一次 重新再回顧一次 我覺得最最重要的 首先是意識 我們千萬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我們真的面臨的是一個 數字的Monster 我們似乎都覺得 像剛才議員先生講的 中國的軍力 軍隊的力量 軍事的力量 在迅速地膨脹 或者怎麼樣 可能離我們都有點遙遠了 什麼漢辦 那個孔子學院 對這個文化的入侵 其實那些離我們都不是 即到我眼前的事情 但這個數碼安全 是從這一秒開始 也許從我們使用的 任何一個設備時候開始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可能被 被打入 這個數字安全的東西 是一個最最最最最最緊要的東西 千萬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剛才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問的是 那個同步文件 用什麼 對 不能用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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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Tor 大家知道這個團隊嗎 就開發Tor 就是洋蔥 它是一個洋蔥的標誌 Tor這個團隊 它們開發了一個文件的同步的一個東西 一個文件同步的叫 好 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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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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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區域戀壞人的原理是一樣的 這個跟Twister的原理是一樣的 是沒有服務器的 就是你共享的文件不會放在任何一個服務器上 共享的文件只在共享人之間點對點的傳輸 就比方說我可以跟美國的一個朋友共享一個文件 我跟新疆的一個朋友共享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只在我們兩個之間的Laptop上傳輸 而且是經過加密的 它不經過中間的那個服務器 Dropbox的原理是我把這個文件拿出來放到一個盒子裡面 放到一個服務器上面 別人再打開這個盒子去走 跟那個郵件放到一個我們兩個都有密碼放在草稿箱裡面的原理是一樣的 是不安全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文件要共享 而且這個可以 它沒有共享的那個大小 你可以共享什麼一百個幾個 可以共享兩三個兆都可以 它沒有大小的限制 可以共享一百個大小的時代 就沒有大小的時間 可以共享一百個小的時間 所以可以共享一百個小的時間 所以我們有一個人在用 可以共享一百個小的時間 它沒有共享一百個小的時間 對,抱負,對不起 對 他這樣子用那個,就是感受大家的感受 那如果分享得到很大的機會很好,幾次動向這些 對,時間會長 我最長的,一個朋友分享那個video的視頻給我 好像有十個機吧 大概用了一個小一個晚上 就分享十個機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兩點之間在傳輸的時候 整個的過程是加密的 所以把它中間解掉 他不懂是什麼,他不知道是什麼 對,所以這個是一個安全的分享物件工具 你怎麼講why why 所以 第一個是意識 就是我們真的要意識到 這個數碼安全對每一個人是一個 極大的危險 不光對你 不光對某一個個人 還包括你身邊的所有的工作的關係 朋友的往後 他們的數碼安全 所以 哪怕你覺得你的安全不重要 而是為了你的朋友 你的工作夥伴 在中國大陸的人 你身邊的安全 一定要關注這個事情 一定要加倍加倍的關注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有的 如果我們有的這個意思 從最簡單的開始做 就是我們的硬件環境 第一個不要用任何的中國大陸出產的硬件電子產品 從WiFi信號源 手機 Laptop 平板 電腦 等等 最好都不要用中國大陸出產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它在哪個上面動的手腳 哪個環節動的手腳 然後第二步就是我們的操作系統 如果 現在一定是要用Windows趕過來 那沒辦法 但是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各種的防火牆 防入軟件 然後 然後再瀏覽 再用瀏覽器 用瀏覽 郵件 輸入 等等的時候 都要加倍的小心 如果我們電腦水平再提高 就可以用更高 比方說用Linux系統 用Linux系統 還可以更安全 而且特別是 在一些機構 我和一些機構的朋友在分享 因為他們有工作人員要去中國出餐 去裝作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 用一個完全的空白的電腦 一個簡單的空白的Windows 便宜 人民幣可以買到 大概400塊 每天可以買到的電腦 裡面任何東西都不要放 但是用一個U盤 用一個大的U盤 大概 現在有幾個機的U盤 用U盤裡面裝進去 一個另外的操作系統 也就是Linux的全新的操作系統 然後當你要用這個電腦的時候 你是插進這個U盤 用完全的Linux系統 用完以後 你再把這個U盤拿掉 還建議就是說 如果是在中國大陸用的 有信息安全的話 就把所有的信息通過同步 給你的夥伴 然後在你的電腦上 包括U盤上完全的刪掉 所以你的電腦和U盤裡面 沒有任何的信息 這樣從基本保障 都在 如果你要在中國內陸 去使用電腦安全 所以這個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的各自的機構 如果有不進一步的需求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聯絡 然後我也可以協助大家 去連接別的資源 除了在美國 也有專門關注信息安全的機構 在台灣也有關注信息安全的夥伴 在各體都有 然後他們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 針對還有你們自己的一些安全的考慮 來給大家制定一個數碼安全的方案 但是從個人來講 我們個人的使用來講 意識第一位 再強調意識第一位 然後就是這些工具 基本的 這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東西 怎麼樣分享信息 怎麼樣保證一個言論的智能 沒有禁區的地方 去哪裡發言 然後用防毒軟件 搜索不要如痕跡 那個Office 系統 可以用Libre代替 即時通訊可以用Synowire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做到這一點點 我們就算有了基本的一個 信息安全的一個起步 大家還可以要 這個不是DLT 就不是保障做了這些 就真的安全了 但是如果你連這些都做不到 就毫無安全可憐了 就做了這些 我們開始朝安全的方向 敗出了另一步了 這算是一個基本的一個起點 這真的是一定要超級強行 因為我們面對的 我們的這個博弈的對象 他們真的就是在利用 一切的資源和手段 收集一切的信息 然後來對付你 在座的各位 還有我們背後站著的那些 發不出聲音的人 所以一定一定一定 要把這個數碼安全的問題 換到地 很多事情要靠前在這個位置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再也不要說 因為我們做的是正義的事情 我們做的是公義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需要 我們不是需要有 我們是需要有 我們真正的自己的空間 和自己的天地 一個提供 一個提供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這個是我一個客戶 我一個客戶是一家國內的上市公司 他們是做軍用產品 他們有個業務 他在給很多地方政府 安裝一個叫電子圍欄的產品 一個電子圍欄的系統 這個電子圍欄的系統 比如說你只要到一個區域裡面 你馬上都會發現 你的WiFi電源 沒有什麼多的WiFi設備 這是因為 我們這個手機的網卡 它只要到一個吸的環境當中 它會跟所有陌生的WiFi 自動的通訊對話 如果說它保存有密碼 那麼它就自動可以使用 謝謝 它就可以自動使用WiFi的通路了 對不對 那麼這個電子圍欄系統 就是利用這個工作原理 它在一個城市的機場 鐵路火車站 或者長途汽車站 或者公路的長途的那個關口 就是高速公路的關口 它會安裝這種電子WiFi的裝置 然後任何一部手機 進入它的工作範圍呢 就會跟它通訊 就會跟它對話 這個對話是你不知道的 然後它就會知道 說有一部手機 進入了它的監控範圍 那所有的手機的網卡 是唯一的 全世界沒有兩塊網卡編碼是一樣的 那麼這是一定要 所有的手機 它都有一個SM的編號 就是中國政府的那個 移動通訊的主流編號 還有呢 你的手機號碼也是唯一的 那麼這三個文藝可以鎖定一個人的身份 那麼它就用這個非常簡單的裝置 就可以知道 說張三進入了它的城市 那麼這個就是當年那個 王立軍曾經很牛逼的說過一句話 他說任何人到重慶 我兩個小時都能找到他 就是這個原理 沒錯 所以 通常我們手機的建議是說 關掉我們手機上面的GPS 那個定位系 GPS 因為這個GPS 如果你打開的話 你把它照著像 你用手機照著像天 上面沒有任何痕跡 但是我只要打開這個像天的文件 我是可以看到 我是可以知道他在哪裡照 就比方說我在這裡照著像 我發在某個社交媒體上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事 這個裡頭沒有人 也沒有什麼 只是一個風景 但是他可以分析這個照片是在哪裡照 他可以知道我是在這裡照 那如果 比方說今天有兩三個人都發了照片 都是這些被監控的人 被監視的人 都發了照片 我就知道你們這幾個人一定在一起 所以通常來講 關掉那個GPS 在手機上的GPS關掉 然後關掉那個WiFi 就自動去尋找WiFi的那個東西 把它關掉 他說的這個東西 剛才這個先生說的這個原理 就是我們一開場講的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裡面 在郵恩裡面 被駭客侵入 就是用的這樣的原理 他用一個假的WiFi信號源 其實是釣魚的WiFi信號源 當你想用這個免費WiFi的時候 你就去自動找 然後找到這個假的話 他就把你的所有的信息就偷走了 他用的就是這樣的原理 就一模一樣的原理 所以手機上的那個GPS 跟WiFi的信號是關掉的 如果我們實在要用 比方說我要查谷歌地圖 找到烏魯 那個時候可以開一下 在信任的WiFi的環境可以用 通常都不要用任何的那個 公共的WiFi 任何地方 連聯合國的WiFi都不可信 你不要相信一個咖啡館的WiFi是安全的 他有藍牙也要關掉 藍牙也要關掉 藍牙也要關掉 藍牙在國內有案例是 他們造了一些相片 造了一個文件的照片 是我的一個朋友 他造了一個文件的照片 然後他用藍牙的方式傳給了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他被判一個人辦 那個朋友被判三年 他們中間的信息就會接種了 就藍牙 用藍牙所謂的藍牙傳輸 就被 就被盜了 所以GPS讓掉 免費WiFi 一定要一定要去貪圖那個便宜 然後拿一拿關掉 最好如果大家經常旅行 有時候來日本 哪怕來這些去不同的國家旅行 大家可以買一個 比方說一個星期或者是貓流量的一個卡 花十塊二十塊美金這樣 這樣的東西比免費WiFi 是要安全性要高一點 而且它因為是你朋友的 雖然理論上說 它可以進入那個服務商那裡去 或許你的信息 但是比一個公開的 比方說我這裡有個WiFi的信號 它要去在這個 你跟WiFi之間截取信息 還是要難度的高一點 所以免費WiFi不要 盡量不要用任何地方免費WiFi 盡量不要用 不管多麼多麼 感覺上應該是安全的地方 免費WiFi盡量不要用 GPS關掉 哪一拿關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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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隨便 因為叫你招號的效果 像這種東西拍攝的開始 為什麼會更簡單的區域 就覺得剛才那個原理 它可以設置一個釣魚的WiFi信號園 讓你的手機 騙你的手機 以為那個是真正的信號的代言 如果說這個 你說這個是XVNT 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平常的狀況 像這種 安全性的 它比你在咖啡館的安全性 要高一點點 因為它在各個地方都可以看 我再一次是 是不是 你的Hacker 我上了這個 Hacker Hacker 不關不關 Hacker 不一定要和你上 同樣的WiFi 才能開成電 不一定 對 所以這些是 基本的 我看到那個 中國的那個 那個網站 幫我找到哪裏 我收到的是 還有就是 其中的事情 很多部門 連我都打 就是生長那個野馬器 所以中國來說 爹馬器已經幾萬塊錢 現在最便宜賣的人民 一千塊錢 這個 是這個事情嗎 我們現在講的 你剛才講的是 說官方來監控 對吧 來促使人權民族 但那個爹馬器 中共官方呢 它是想要 就是法治的 部門連我打擊 禁止這個爹馬器 生長的交手 思想要打擊那些 所謂的 這些 非法的聯想不動 就是放棄別人的信息 您說的都太貴了 您說的要幾萬 甚至幾千 現在說是 他說了 現在最便宜賣到一千塊錢 但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現在外國 現在手上 我沒注意 日本在過 所以這些官方 或者這些國家 在有沒有這樣 同樣的真實非法 的主題 它有意義 就監控大家 就是官方而是說 這些非法的地方來賣 那我在淘寶上 在亞馬遜上 在網上都買不到類似的設備 我知道最便宜的設備 要截取信息 最方便的信號 就是一個UBS的線 就我們大家充電線 就是充電的那個線 跟平時的線 沒有任何的區別 就是那根線 它只要插過你的電腦一次 你的電腦就完蛋了 就這麼厲害 這樣的東西在淘寶上 在亞馬遜上 有可能是買得到的 就是它是一根USB的線 看起來就是充電線 或者連接設備 有一個電腦 但是這個線 只要插過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的所有信息 它就可以獲得了 所以用你們的電腦 千萬不要再 你們用自己的電腦 比方說掩飾PPT 如果你去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很危險 它那根線就可以把你們整個電腦 對 不要輕易的連接任何的 你不知道的硬件的設備 一個U盤別說 絕對不要插不知道的來臨的U盤 或者你不信任的U盤 在你的電腦上 任何U盤 插一次就完蛋 這也是一個最最最方便的 所以不要為了圖上電腦 比方說我要從誰的電腦上 要考一個信息到我的電腦上 借一個U盤 然後從他的電腦 考到我的電腦 結果也許我們三個都完蛋 所以 USB一定要 一定不能用不知道 任何一個電腦 我覺得都是不可信的 因為他不知道它的U盤可不可信 如果要插U盤到電腦 只能插一個U盤到哪個電腦 不要輕易跟外界的硬件設備連接 用外界的這些線 USB線 換分機的線 這些輕易的連接之間 都會讓我們信息泄露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就只能講一個 最最最基本的一個意思 其實這些還是最最基本的安全的關系 安全的意思 但是 我反覆想傳達給大家的信息就是 千萬千萬要重視這個信息安全 因為其實只要一個人的信息安全被危險了 幾乎你的整個社會關係 你的整個朋友圈 你的工作信息全部都會寫 中國就在智力 中國就在智力 用大數據的方式 來掌握所有的行為模式 對人的行為做出預測 進行社會控制 然後再浮語 臉部識別 聲音識別等等這樣的東西 完成整個對社會的控制 所以我們千萬一定要有這根鞋 不要讓盡量多做點 不要讓他們這樣的企圖 簡簡單單就合成 所以我們只要朝安全的方向 外出的任何一個步伐 都是消耗他們更多的錢 即使是我們做到百分之多的安全 我們也可以把安全做到更高的級別 然後最大的消耗他們的資源 找到還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國文貴的那個油情會被動 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那個 那個國文貴的是什麼原理 我也沒太關注國文貴的整合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在YouTube上找不到 YouTube上有人用電腦 駭進了一輛Cherope的車 然後他從他的電腦上控制了那輛Cherope 這是YouTube上可以看到的視頻 所以從技術上就是可以實踐的 所以你現在知道 你現在叫他邀請馬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現在啥 What's up 是你剛剛講 Riza 它現在叫邀請馬 喔 邀請馬 對 對 是 現在Riza 那就是在社運圈、很多的圈子裡面 大家互相發邀請嗎? 他的安全性是比較保障性最高的 但是就很小的 整個放在裡面的東西都能超過二十五、三十到五 很小的 其實呢,所有的手機都可以模擬遙控器 也就是說,你只要開船才有遙控器 它就可以把手機寫個軟件變成功能進去 所以你們要找遙控的東西還不可能會有 對,如果大家是 最後再推廣一下Twister 如果大家是真的關注言論自由 關注意見的聲音的話 我覺得現在這個平台是最廣泛的 而且其實國內也上不去 因為它不能夠用GFW的形式去完全把它阻斷 對,所以國內的人其實也可以用Twister 不需要換牆,而且不需要換牆 現在這個Twister上面的中文用戶還很少 但我覺得它特別是在遇到事情的時候 像新疆曾經物理亂謀 大半年完全只能變成一個區域網 只能看新疆上面的信息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 這些平台就會顯出它的 它只要有個網路 它只要有個網路 會使得連你 哪怕是出現了新疆物理亂謀 或外卷和解的那種情況 但是只要是新疆那個時候的網路 有辦法跟中國的內地聯繫 就是說 比方說新疆物理亂謀 新疆的用戶只能瀏覽 完全的內部的新聞 就完全瀏覽不了任何外面的東西 但只要新疆的網路 能跟中國其他省份聯絡 新疆的Twister用戶 就可以把信息發到Twister裡 所以我覺得它的價值是挺大的 當然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不是說馬上又哪裡要斷網 但是它的價值是在於 如果真的某一個地方 又有什麼事件出現斷網 跟外界完全隔開的時候 但是那個地區只要有跟 想辦法跟中國其他的省份聯絡 然後中國其他的省份是有 跟外界聯絡 這個推出還是可以 對 對 它真的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工具 或是那個物理斷瀏覽 不是 就是說 物理斷瀏覽 只能瀏覽 對 物理完全斷 在相當的瀏覽行動的時候 在物理完全斷 有一個靠藍芽來傳遞 新式的叫FIRE 叫什麼FIRE 就完全靠藍芽連接 然後可以完全在斷網 對 但是附近的人接觸得越來越遠 比方說能接觸到深圳的人 香港不會有全部斷網 能透過藍芽接觸到深圳的人 深圳的人就可以透過互聯網把消息發出去 叫FIRE 對 就是有一個密封的概念 就是 這個一跳 密封的概念 對對對 是有的 就是真的完全不理 也有辦法把信息傳出來 要美國軍隊啊 在那個有些地方 撒一個沙子 那就變成建築牆 那個部分就是 撒一個 沙子 你喝沙子 那個人就撒一個 所以 對 然後剛才我說的這個 雨傘行動的時候 這個 藍芽根據 FIRE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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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傳播密尼密信息的 就是把信息傳扣出去的 然後 我不管在哪裡 我有互聯網 我用了FIRE 我是可以看到現場的人在發不少信息的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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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對付物理段 比如 如果 新疆或者西藏的朋友 如果他們 只希望把信息傳出來的話 我們會用FIRE 但是這個FIRE 是不保密的 你在發信息的時候 你的身份是報的 對 這是問題 但是 哪怕是物理段 我沒有 我就靠藍芽 藍芽也可以把信息傳出來 這是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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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 如果大家 我們這個真的不能算是一個 一個 只是說是提高一下 這個 術不安全的意識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愛爾蘭的一個機構 開發了一個叫 Digital Security in a Box 大家可以上一個網站 他們有各種名的 包括我站的一個名 叫 Digital Security in a Box 就是 數字安全工具箱 數字安全工具箱 是由愛爾蘭的Frontline 開發了 那個上面 有更進一步的信息 大家可以在上面去 去 一點一點的學習 或者如果 對 或者如果需要的話 在北 在美洲 在歐洲 在亞太平區 都有類似 數字安全的培訓 大家可以去申請 參加這樣的學習 OK 還有 最後還有什麼問題 好 到我們 這個電話給我們 到這裡